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事情发生我都想不到 还有想多了很多事情 看多了很多各地资料 很相信我今晚讲这些事情很多人不妥 或者尤其是如果你还戴口罩 不合听就转台 或者你听下我的意见先 如果我今晚表达得不够客气的 请大家原谅 先戴头盔 我未必是对的 不过食尝试不如讲真心话 我就想跟你讲讲真心话 如果我表达得不好 多多包含 今天我讲就是尊重 他们一直说我们不尊重别人戴口罩 什么叫尊重呢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怎样尊重呢 我就想跟你讲一下 为什么长哥 这么激气的呢 这么悲惨的呢 觉得这么丑的呢 香港人令我这么失望的呢 为什么我觉得香港是这么低端人口 我们大家心灵沉沦到这样的呢 我们整个社会可以怎样走出这个集体自卑 智慧的循环困局呢 这个口罩依赖性 现在发展到这样 有几可怕 我想讲给你听 为什么长哥短命了三年 因为三年的口罩令 我相信我的生命是短了三年再有 还有啊 还有啊 今天我又想讲一下 你知不知道 我们可以一秒钟 就知道任何一个人 他条命是怎样的呢 他有多健康 他做人有多幸福的呢 他可以怎样改善呢 啊 整整一下呢 比长哥发现了很多这些资料啊 怎样可能问两条问题 就知道一个人是否行的呢 两个问题 那你上过我的课呢 就知道我问哪两个问题的了 我想讲一下 为什么 就算我所知 那些人还在戴口罩呢 那样变态呢 为什么现在还戴口罩呢 是几可怕 几可悲 几可怜 唱歌的看法啦 最后来问一下你呢 你现在穿着多少条内裤呢 底裤呢 是不是很差啊 那你听下去就知道为什么了 今晚我又要做这些事啦 好 我们开始的时候呢 先静一静先啦 邀请你呢 放下心里面所有的烦恼啦 挂蕾啦 疲倦啦 三下的声音呢 我们就回到自己本源的状态 和哂 和哂 和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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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施一层,我想说, 为什么不要戴口罩? 我真的很奇怪, 竟然还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但有什么不妥呢? 我心里说, 为什么人现在在我身边的人这么变态? 那都要问的? 我很记得四年前发生了这样的事, 那时候没有口罩令, 即是没有规定要戴口罩, 在大约是口罩令之前的大半年, 话说我在街市, 街市开始有大约一半的人戴口罩, 那时候已经是风声鹤唳, 人们害怕到按电梯, 升港机构都不敢按那只, 就要用资源纸笔去刷那些, 那时候, 但是政府还没规定戴口罩, 我就照着街市买东西, 有一个年约比较大小小的阿沈, 在那卖东西, 我不知道去跟他买雪梨, 还是那些东西, 买橙, 我走过去, 指着要这些要那些, 他们是当人戴着口罩的, 就是 很吵, 他戴着口罩, 我听不清他讲什么, 我看着他, 笑一下, 他就叫他嘛, 谁知道他就叫大声, 我叫我叫你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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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不知道怎样做, 我又不想 Just go up, 我不想就行他, 但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最后, 我终于听到了, 《戴着口罩啦》。 那只那只 Oh, 哦,那我就和他笑一下, 走開了,以後都不光顧他了, 那時候我很震驚, 後來大家都知道, 無數次我去乘巴士, 你知道我戴口罩露出鼻子, 或者是心急趕出來,又不記得戴, 那司機我覺得他們很沒禮貌, 不是溫馨提示, 那我就覺得很激氣, 激氣的不是說那些人沒禮貌, 而是為什麼我們這個社區, 是那些人這麼低端的呢? 為什麼我們的文字, 是這麼低落的呢? 這樣咯,好,如果你剛剛加入, 你不知道剛才我開頭的時候, 介紹今天講些什麼東西, 聽起來又會覺得很有趣, 不要緊,我一直會講下去的了, 首先呢, 如果你不是跟著一場歌, 看我開頭的呢? 我再講一次, 為什麼我覺得我反對, 是被強迫去戴口罩呢? 第一,戴口罩來為什麼呢? 官方的理由呢, 就是說防止疫情, 舉出很多專家來講很多話, 其實我知道的, 我相信的, 事實是剛剛相反了, 戴著口罩,疫情更厲害, 戴著口罩, 待會兒我會講, 你的健康越差, 你越短命, 你越辛苦, 戴著口罩, 整個社會都不行, 對於防病, 是完全沒有用的, 這個不詳細講了, 在這裡, 如果你現在還沒收到, 免得再講, 第二, 口罩是嚴重危害生理健康, 我亦都不在這裡詳細講, 今天不是講這些, 因為已經講了很多, 再講都無謂, 待會我都會講一兩個例子, 很有趣, 第三, 就是嚴重危害我們心理的健康, 今晚我就集中講這一道, 還有, 你逼人戴口罩, 是絕對違反人權的, 我就覺得很生氣, 很高, 和很悲, 香港人, 竟然連什麼人權都不知道, 人, 在任何社會, 都應該有基本的生存權利, 生存權利就是包括, 食物, 飲水, 空氣, 這一些咯, 你現在, 強迫所有人, 不准喝那麼多水, 這個是基本的人權, 搞到個個病了, 你現在是強迫我不准喝那麼多空氣, 我是需要養份的, 你自己蠢, 你自己去萬聖自殺, 那你不要逼我啊,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完全是強權的世界咯, 拉你鎖你罰你, 這樣, 你逼我去別的東西, 就算了, 但是這些是基本的自由, 基本的人權來的, 跟飲水一樣, 呼吸是很重要的, 這樣啊, 好啦, 你說, 你這樣危害人家的健康啊, 我不接受這個解釋, 剛才我講了, 還有就是, 非常之妨礙社交, 待會我都會舉一些例子出來, 還有第六樣, 就是以前我講過很多次的了, 是嚴重破壞環境, 浪費資源的, 你知不知道我們的口罩, 拿去堆填, 地球幾淒慘, 我們不是說戴一兩個口罩, 我們是說這麼多人, 一起去天天扔這麼多口罩, 那個惡業, 不要說另一件事, 這個惡業怎樣補得回? 萬般帶不走, 唯有業除新, 如果你不相信這些東西, 你還覺得, 我條命比較重要, 不要緊咯, 污染一下咯, 破壞一下環境咯, 沒有意思, 我們兩個是不同的頻道, 你不用再聽我講這些話, 有一天, 或者, 時機到, 你終於會明白咯, 我再講都沒用咯, 好, 今天我上講咯, 我想講尊重, 我收到很多的回應咯, 就是咯, 為啥你不尊重別人的選擇咯? 喂, 你經常去砍人, 去強姦人, 去強姦人, 我需要尊重你, 強姦的權利, 去砍人, 打人的權利, 去偷野的權利先, 那你說, 哎呀, 不是那麼嚴重, 戴口罩之馬, 不是咯, 我現在想跟你說, 我不是這樣看法咯, 這個是非常之嚴重, 即是說, 你女兒, 我經常都說, 你女兒每天拿刀片去戒手, 你都阻止她呀, 至少你都表達說, 戒手不好呀, 這樣講一下, 他都有人, 說我們是霸權, 說我們是無限上竿, 這樣不要緊呀, 上竿都被人罵了幾十年, 沒問題, 不過, 我想表達的就是, 我覺得我有責任, 其他的人不說, 知道的人不說, 有很多人, 或者, 我不怕死, 讓我講一下吧, 就是, 煽動大家, 違反政府的意願, 那一隻, 可以很嚴重, 我想講, 跟著就是, 為什麼長國, 對香港人那麼失望? 我對香港人, 是充滿過很多希望, 我讚過香港人, 譬如, 一百萬人上街, 一塊玻璃都沒有打爛, 我覺得, 很有面子, 很有光彩, 在世界的社區面前, 我去到哪裡, 見到外面的朋友, 我覺得很威, 我們值得一個諾佩爾和平獎, 我覺得, 但是, 這一次, 這一次, 令我覺得, 分身, 不要說犧牲多少事, 我不是這樣說, 努力, 砌了那麼多東西出來, 砌了幾十年, 至少有四十年的努力, 現在好像倒了大半這樣, 我們的社會, 所以, 竟然是這樣的, 全世界都沒有我們那麼蠢, 全世界都沒有我們那麼可憐, 什麼叫可憐, 待會我繼續說, 是這樣咯, 你試一下, 如果在巴黎, 或者在紐約, 或者在里約以內奴, 政府, 搞這樣的事情, 全部人都在世界, 在抗議, 香港人歸成這樣的,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 我們做了那麼多人教育的工作, 在傳媒那裡, 做了那麼多事情, 但是, 我們這個社會, 竟然是這樣的呢? 這個就是令我, 真是太奇怪, 太意外了, 不好意思, 真是很意外了, 就是說, 人家都不逼你帶了, 法例不再規定你, 但是竟然你自己, 乖乖地去帶, 這一樣呢, 我真是, 不好意思, 你覺得我後知後覺, 你覺得我不了解香港人, 啊, 我以為香港人, 沒有那麼淒慘, 就是這樣, 我看了香港人, 現在不好意思, 我真是看不起香港人, 我走出去外面, 很醜, 很自卑,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吧, 那麼, 就, 跟著我會說, 兩件事, 堅持戴口罩, 為什麼是心靈的沉淪呢, 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還有, 只是說沒有用的, 描述沒有用的, 除了描述報告之外, 分析之外, 可能想說一下,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 去幫一下手, 讓香港, 不要那麼墮落呢, 有誰說起呢, 有一句話, 我今天看到的, 因為我今天要講這裏, 看看資料, 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口罩是臉的內褲, 內褲就是底褲, 現在那些人是穿兩條底褲的, 一條在下面, 一條在上面, 你不知道我說什麼, 你聽著這段報告, 就是在日報那裏, 是不是星島那裏講的, 他說戴口罩脫口罩, 網民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人想起, 醜婦終須見家翁, 就說戴了口罩, 哇, 就是加多了80分, 上一次我就引述過, 專欄作家馬家輝那裏講, 他說原來, 他不說我就沒有分析那麼清楚, 原來人的上面, 是可以作假的, 可以在那裏扮, 在那裏畫, 在那裏下面呢, 就是很難改善的, 因為你的臉型呀, 你的嘴型呀, 你的講話的方式呀, 是遮掩不了的, 所以遮掩下面就很容易, 遮掩下面呢, 就是可以斷倒靚, 別人以為你很靚, 但是遮掩上面呢, 就是沒有效果的, 這樣咯, 所以這段報告就說, 現在沒有了口罩去美容呢, 就要用真面目去見人啦, 真面目出現啦, 有人就會估計, 自信的女生就會脫口罩, 沒有自信的那些呢, 就繼續做電眼美人, 肯脫口罩要很大的勇氣, 看看現在我們有幾多個女生敢脫口罩, 男人老狗不會介意, 但是女生呢, 十個有九個會繼續戴的, 是不是這樣呢? 哦,不好意思啊, 長江我真是不了解女生的心理, 更加不了解我身邊這個社區的女士, 失敬失敬, 原來呢, 我今天才知道呢, 不只是我們是這樣, 我覺得香港那麼慘,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呢, 也是這樣啊, 好像和我們一樣, 就是日本, 日本, 日本厚生勞動省呢, 就宣佈在解除口罩令啦, 就是任由你自己的權力戴不戴啦, 這樣啊, 個調查呢, 就說日本人呢, 有九成市民, 不想脫口罩, 應用啊, 口罩是面的內褲, 不想在人家面前脫, 就是這樣啊, 下面那條底褲, 不想脫給人看, 上面那裡呢, 又不想脫給人看, 就是這樣啊, 在日本的傳媒呢, 是否電視台呢, 不知道啊, 就發現呢, 一百個人之中呢, 日本呢, 就有八十四個呢, 就是說, 解除口罩令之後呢, 是繼續戴的, 這樣之類啦, 還有他調查了年輕女兒, 就發現呢, 年輕女兒呢, 就有八十九%的女生呢, 就不肯脫的, 小學生呢, 就是八十%, 初中生呢, 就是八十八%, 高中生呢, 就是九十二%, 就是說呢, 原來呢, 年紀越大呢, 就越不肯脫口罩, 啊, 這樣咯, 不過呢, 他們呢, 就是說呢, 好, 應用脫口, 脫了口罩, 就好像在人家面脫那條底褲一樣, 不能想像沒有口罩的生活, 那這個就恐怖了, 啊, 不過他們這個選擇呢, 就不是為了防禦病毒啊, 而是害羞啊, 對自己的樣子啊, 沒有自信, 擔心朋友, 會怎麼看自己啊, 啊, 啊, 那這篇報道就說了, 三年, 是一個不短的日子, 你想想一個小朋友, 啊, 就在疫情的時候出生, 就是, 他可能啊, 一路以為呢, 戴口罩才是正常的社交禮儀, 正常的個人衛生習慣, 你現在要他脫口罩呢, 他真是很難適應, 那這位作者就說, 另外呢, 啊, 啊, 這三年我認識的客戶呢, 如果大家沒有一起吃過飯呢, 真是可能沒見過大家的真面目的, 啊, 他們都說啦, 啊, 他們都說啦, 啊, 啊, 這三年呢, 啊, 大家是沒見過大家的樣子的, 啊, 因為都是在網上, 戴著口罩, 做zoom之畫, 就是這樣啦, 那些老師呢, 在街上一定不認得自己的學生, 這樣啦, 啊, 啊, 在香港呢, 就好像不是這樣, 啊, 在香港呢, 就有一個調查, 香港研究協會, 啊, 就說呢, 啊, 3月1號開始就解除口罩令, 那他在一個星期之後呢, 啊, 就是做了一個調查, 3月7號公佈, 就是說呢, 有80%受訪的市民呢, 就會說繼續戴口罩的, 啊, 當中呢, 一半呢, 認為呢, 就是並非是防疫啊, 啊, 有三成的人呢, 就說呢, 戴口罩呢, 就有安全感, 所以就繼續戴喔, 啊, 這一個呢, 才是今天想講的主題, 為什麼我們搞到, 要戴口罩, 才有安全感呢, 啊, 好了, 究竟, 這些人, 為什麼還要戴口罩呢, 原來, 就是, 經過這麼多的調查呢, 是什麼呢, 怕傳染, 怕樣子壞, 怕突出自己, 怕不戴被人非議批評, 就是什麼呀, 就是什麼呀, 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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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人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香港人了, 現在, 什麼都怕青, 什麼都怕,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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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就, 啊, 特意因為準備,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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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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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行裏面, 最受尊敬的, 啊, 其中一位, 自然療法醫生呢, 他就說, 啊, 啊, 其實我, 啊, 我問他的, 啊, 啊, 我問他,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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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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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我, 啊, 啊, 我,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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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自然療法醫生, 廢虎源於心虛, 心虛脅, 面对小小的病毒 面对世纪的谎言 都会无力招架 明明全世界都讲大话 你都收了 你没有智慧去读破荒谬 没错 要有很大的勇气 很厉害的眼光 先看穿国王的心意 他们欺骗你 他们恐吓你 你收了 所以你心虚 心虚你就心肝皮肤 神都虚 所以又虚寒 就是这样 这一位专家就说 其实 其实戴口罩都有个好处 就是减少吸入冷空气 的确是有保暖的作用 那很多人就不会听的 我估计就说是哦 专家都赞成抖蚤 至少有个好处 保暖 你知不知道人家说什么 减少吸入冷空气 也减少吸入空气 明白吗 关键就是那里了 保暖 哎呀要保暖用什么 可以的 现在有很多那些 僵硬贴 我现在都贴着 贴在这里 那就暖了 你晚上好似我那样 临睡浸一下脚 你的身子就暖了 你做多些拍打 刮沙拔罐 你就暖了 曬太阳就暖了 就算不是 穿上衣服了 要不需要去虐待自己 摧残身体 去戴口罩暖一点 拿来笑 这些东西 好了 我就问其他的朋友 很多人都知道 我有位拍档 一个非一般的中医师 阿毛医师 我就问他 你怎么看呀 为什么由你的临床经验 为什么戴口罩会戴不过呢 会影响健康呢 他就说了一大堆东西 我们都经常说的 戴口罩就短命一点 待会我会说 戴口罩你就周身不妥了 他说他今早 听长哥说这些东西 特意做了一个实验 他有一位病人 就是躺在床上 戴口罩就叫他呼吸 他跟他做针灸的 大家都没什么做 叫他呼吸 然后就叫他除了口罩 继续呼吸 他就发现这个病人 他吸进去的那些空气 他有方法测试 就是当他除了口罩的时候 就去到这个谭忠悦 就是这里 这个深的地方 谭忠悦这里 也就是西伊叫深线这个位 但是戴了口罩就差了三寸位 就是去到这里 就没去到那里 这个就算是去到谭忠悦 都已经是很低B的了 很差的呼吸来的 比较刺氧的呼吸 是落到低很多 最理想的 当然就是落到下单田 你说戴口罩 很明显的 被他测试出来了 就是吸进去的空气量少很多 不要说是吸回自己的 噴出来的那些废气那些 那你的脑就不行了 周身不行了 是自己在那里摧残自己 我就是说这件事 那戴口罩肯定是短命 因为你身体不行 因为你会有很多病 身体最重要是够氧气 为什么要做爱笑瑜伽 为什么要做很多气功 就是增加我们肺的吸气 的量 是吧 那你现在 局住自己在那里吸少很多气 这个是基本的生理的问题 还有 还有 因为你不够氧气 这里的转数就慢 你便低B 你的智力便下降 你的脑就早些退化 你便长期不开心 很多负胜的思想想死 你便常常猛疹 常常担心 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你没有供应到 足够的氧气上来 你经常戴着口罩 生产力又低 你做不到工作 根本 还有就是 一定是人缘差很多 看不到人的样子 人家看不到你的样子 没办法沟通 我自己读读语言学的 一开波就学了一样东西 就是 我们和人的交流 是八成九成 不是说了什么 是你用什么方式去表达的 就是说 比如 N-O-N-O N-O这个字 人都知道N-O 为什么 但其实你收到我说N-O 是 有Voice Quality 就是我的声音的质素 我给大家说N-O 就是N-O N-O 是不是 完全不是N-O 那些表情 表情更加重要 人和人沟通 是靠把声音的质素 和表情 就不是那个字 不是N-O那个字 N-O can mean yes 大家都知道 N-O can mean anything 表达就是在于表情 是吧 你用口罩罩住在这里 他看不到我的表情 我们长期不是沟通得很差 你和世界不是常常隔开了 就是这样 还有 你看到 听到 刚才我报告那些 越是要戴口罩的人 越是不喜欢自己的 你喜欢自己 你一定想人来看到你 就是这样 你觉得自己的样子 就算是恶星循环 你戴着口罩 就是向全世界说 我不想给你看到我的样子 其实我个样子 你看到别人的反应 就知道 就肯定自己的样子 就肯定自己的样子 那便越来越憎恨自己 你恨自己 就想死 就要千方百计 病给你看 还有没有说完 除了恨自己之外 你就是非常乖 羊群心理 外面个个都戴 你不敢不戴 这个就是问题 你放弃了自主性 你明明知道戴口罩是不妥的 但是你都戴 或者更加惨 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戴口罩是多不妥 你现在听了长哥这些人说 或者你开始想 还有戴你戴口罩 长哥以前都说了几次 你是很不负责任 对这个地球 制造这么多垃圾 浪费这么多资源 还有更加严重的灾难的 就是能量很差 因为你切断了 跟宇宙的连结 你没有办法跟外面沟通 这样 好了 就是讲到入题了 长哥为什么这么紧张 戴不戴口罩呢 除了是基本人权那里 深深不分之外 你有枪 你可以拉我锁我 你逼我去做一些 很基本违反人权的事 算了这个算了 但是正如我刚才都表达了 我们身边的人 这么乖的 这么无知的 这么容易骗的 每个都被人洗脑 如果他不是被人洗脑 他不会怕到 连按升按机的按针都不敢按 不会怕到戴两个口罩睡觉 我的朋友真是这样 不止一个 是这样 现在人家不让你带 你都是由早到晚 我自己研究深衣 我就发现 有一件事 以前我没有想过 你来上我的货 深衣那些 你就会听到我说 你知不知的 有几个因素 令到我们病的 为什么他病 他不病 为什么他这么容易病 有四个因素 今天讲不完 讲其中一个 以前我真的没有想过 越介意 人家怎么想自己呢 就遇多病 我现在问你 你介不介意 人家想你 人家讲你 人家讲你 你会不会上心的呢 人家批评你 人家笑你 你怎么接受这件事的呢 原来呢 越介意 人家怎么讲自己 怎么看自己 就遇多病 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 说到最后就是了 你的自我形象 如果我的自我形象是够的 你得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是反映出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我知道 我出道的时候 我的自我形象是很低的 就是读大学的时候 但我批评了好些了 因为大学毕业 为人师表 就觉得有些成就了 但我读中六的时候 读入大学的时候 事我形象很低的 看不起自己 但是 但是 到我出版了一百本书 到我发表了二千万字 日日发表千几字 平均二千字 到我在电台主持了这么多个节目 到我现在上载了几千条影片给人看 我就完全不介意你 你怎么说我 我有东西给你看 我有东西交代了 我说我说我好明白 很多人没有做了这些东西 所以就看不起自己 隐藏自己 不做自己 很重视人家怎么看自己 很介意人家怎么说自己 这个才是问题 说个秘密听 经过了这么多年 他们说姜越老越辣 我一点都不擅长 只不过 吃盐多过很多人吃米 出来泡了这么久 见了很多东西 终于总结了 三个因素 想和你分享 想和你分享 上个课这些同学仔都知道的 第一 我想说 怎样在一秒钟之内 一秒钟 更快过中医 望闻问切 不用把脈 一秒钟之内 我知道你行不行 知道你有多健康 女士不爽 有多病 何时倒 将来你的运程怎么样 看三个东西 头两个是一秒钟 我已经差不多知道 第一 看你的颜色 你的手袋是什么色 你穿什么色的衣服 我看不到你的内裤是否黑色 我看不到你的胸围是否黑色 肚癌 尿肚癌 尿肚癌 卵巢癌 那些 那些 几乎无一例外 是穿黑色的底裤 乳癌那些 就是黑色的胸围 所有这些东西 没有死错人的 有很多很多这些客观的证据 前几天我在堂上当众示范 下次你会见到我 马上视频给你看 这么多个 最病的那几个 一定是穿黑色的衣服 你找我的案主 全家人都是穿黑色的衣服 可不可以跟他们说 你明天开始 今晚开始 把黑色的衣服 穿白色的 穿开心颜色的衣服 病车好了 前两天在堂上 我忽然想起 因为我真的受不了 这么多人穿黑色的衣服 我就问他 你可不可以脱了一件黑色的衣服 换一件 他说不行 我就在隔壁那里 不好意思 线路有些问题 借了一件白色的衣服 套在上面 盖住黑色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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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测我说你又不信 我说你能量怎样你又不信 一测就知道 看他的颜色 不想死的人 不会穿黑色的衣服 不会整个衣服 衣柜都是黑色的 你当然有很多理由 你说我看上来没那么肥 你说我上班 每个人穿黑色的衣服 不穿不行 所有的这些 这些全部都不是理由 这是表面上你自己骗自己 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你里面有尊内则刑尊外 你很想死 好 第二个就是看他 我想看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看他的姿势 就行了 翘手翘脚 蹲下头 这些是想死的 这些全部都是保护自己 自慧的退缩的姿势 还有 是抱着一些东西的 就是他坐在那里 就是要找个手袋 找个整个背囊 放个肚子那里 还有很夸张 是这样抱着他的 你有没有留意 这些人不可能健康的 他是很害怕青 讲到尾就是这些人很害怕青 颜色 为什么黑色是有问题呢 除了是负性的能量 除了是物理性的问题之外 最明显的就是 黑色是让别人看不到你 你不想被看见 一会儿我就说这一个才是问题 你想躲在一大堆东西 黑色是在那里 你躲在那里就没有人看得到你 整堆黑黑黑黑黑黑黑 谁能看得到你呢 如果你穿一件很纤色的衣服走出来 白色的衣服 每个人看着你 你很害怕 你很害怕被人看得到 这些就是香港人的诅咒 很多人听我说 我走过全世界 当我已经讲的时候 一看就知道 哪一班是香港的学生 头哒哒 坐在山顶 哒低头在那里 不敢看你 你去问有没有问题 他们永远不会举手 这个就是凄惨的香港人 深圳的人都不是这样 台北的人不是这样 菲律宾更加不是 就是这样 今天跟你分析这些东西 今天不是讲这些 就是这样 颜色 和姿势 个个都在缩住 保护自己 很害怕的 这个世界 对他们来说 是很有威胁性 好了 我讲了两样 第三样 我只要问一个问题 你记住 下一次长江问你的时候 你懂得 我问他 怎样称呼你 你知道很多时候 都是人家没介绍 或者是什么 或者我是假扮不记得 怎样称呼你 你猜 对方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你认不认识香港人呢 我见到那些香港人 尤其是那些 不够不开心的那些 就非常明显的 越来越多比例 大比例 香港人是这样的 是怎样呢 是怎样呢 怎样称呼你呢 没有反应 倒下头 想了很久 十秒八秒钟 然后就说 良太 这些人呢 是很大问题的 这些人是很不开心的 这些人是很不健康的 这些人是很短命的 授声工不会这样的 健康的人不会这样的 所以常常都叫我的按住 你一定要改这一样 你肯改到这一样呢 你一碰完 你的身体就会搞定你的病 你的病就在这儿 你是没有身份的 良太 良太是没有身份的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通街都是良太 男士就好些了 男士至少有个姓 我姓陈的 他们会说我姓陈 喂 全世界的人都不是这样的 是香港人是这样的 我想知道你是谁 我怎样称呼你 当你说我姓陈的时候 我姓陈的时候 或者我是姓陈的时候 我姓陈的时候 其实你潜意识是不想我认得你的 就是这样了 姓陈更惨 那这个不是你 你是附属于人家 你是人家的一个附属物件 你是你老公的太太 你不是你 你找不到你 如果 你问长哥 你下次试试长哥 怎样辛苦你 我就说 我是长哥 每个人都喜欢叫我做长哥 很快 抢麦这样 很有自信 很开心 很响亮 这样 这些人就健康 这些人就长命 这些人就不会病 因为 他知道自己是谁 他很想演出自己的角色 他拿捏到自己的特色 这个是特别的 第二样 第二样 我都问你 你上课 我当然问这两个问题 个个都要回答 你下次来上课 预备定 我现在问你 说给我们听你有什么特别 有相当比例的同学 是说不出的 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 有些人就说 想了很久 不知道 这些是死硬的了 这些是很麻烦的 我这些癌症的案主 差不多个个都是这样的 要不然他们不会生癌的 不知道 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 你喜欢做什么的 没有 有什么令你兴奋的 没有 你觉得 你自己有什么成就 没有 还有什么想做的 没有 那身体就不陪你玩 那你便没有兴趣 去继续做人 更加不会去做自己 你不会去做自己 怎可能健康呢 怎可能有成就呢 就是这样 所以 你答到长哥在上课 一开波问这两个问题 一点都不难的 难就难再 根本你做人就是这样 你不肯告诉别人 去听什么 现在香港人 用英文的名字 也是一种掩饰来的 怎样才会说 我是Helen 我是Maria 我是Peter 通街这么多Peter 通街 我认识无数的 这么多Helen 这些都是掩饰来的 哪些不是掩饰呢 至少中文名字就不是 我叫做阿杰 我叫做阿珍 我叫做阿强 这些是有些个性 还有有些你自己 如果那个名字 是你自己改的 很多人最近都自己改了个名字 这个就是更加健康 因为你终于 找到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身份 你的身份不是梁太 那个是一个身份 你是没有定位到你的生命的价值 这样 所以 一路讲到尾 就是这种死亡意欲 这种自我形象 就是这样 今天讲口罩 怎样讲到这里 就是这样 口罩是令到我们不做自己的 口罩是令到我们去不突出自己 去躲起来 口罩是令到我们不跟人交流沟通的 口罩是令我们去看小自己 是去埋藏自己 所以 你的健康不行 你的心理不行 整个社会都不行 所以在过去959天 常常都很激气 很生气 或者最后是习惯了 压抑了 忘记了 但我每一次戴口罩被逼出街戴口罩的时候 我真的很抗拒 收起来收起来 搞出了很多问题 如果我应该有108岁 我就减了三年了 105岁 那种 很感谢这三年的我们的政府 不过不要紧的 什么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也未必需要在这里玩这么久 没问题 那 我想表达就是 我们的社会 由这一次疫情 戴口罩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我们是被人逼住做一些 集体很愚蠢的 很违反天理的东西 不要说是打针 不要说被人困在竹膏湾 不要说我们不可以去餐厅吃饭 那些 这些 这几年我损失了很多朋友 看着他们不行 看着他们鸡飞狗走 口罩或者对我来说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由3月1日开始我马上扔了口罩 我真是想不到香港人竟然有这么大比例 是不肯脱口罩的 刚才我说了 原来他们是 原来他们又是怕青 我以为他们是怕性群 怕传染 原来不是 原来他们是怕被人认到 他是怕以真面目示人 他在人家面前出现 这个才是恐怖 这个才是凄惨 如果你有看我其他的影片 你上过我的课 就知道我讲些什么 就更加明白多些 就更加明白多些 在今晚一个小时 先讲这么多 等着你的回应 我看到S.Y.Y.Yong就说 外国人朋友都喜欢叫我中文名的 没错 没错 我就是被逼改了英文名 我昨天才跟朋友说 你不要太记得 李光耀本来叫Harry Lee 他在Cambridge那里毕业 个个都叫做Harry 后来因为政治生涯的原因 就是cut了他的英文名 就叫李光耀 他为我们立了一个好好的榜样 你喜欢他好 不喜欢他好 阿祥哥都不喜欢我的英文名 我用我的英文名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那时候我在教会里面 每个都要这样叫 还有后来我发现 我那些外国的朋友 是读不出我的名字出来的 就说 他们读不到 那就方便他们 如果可以从头来过 我在十多二十岁的时候 就一定不会用我的英文名 所以现在我都是叫全世界 不要叫我做Simon 叫我做长哥 叫我做阿祥 或者叫我做周小祥 或者叫我做周小祥 这样咯 上个今晚讲的东西 是不是你没有想过呢 尤其是我讲 口罩真正的灾难 和真正反映出 我这个社会的现在的灾区 灾区就是香港人 失去了自信 自我形象非常之低落 口罩只不过是反映出这个事实 不用口罩 我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现在我要做的事 你想香港明天会更好 要在这里做事 让香港人重新建立自信 不用整天头疼疼 不用整天穿黑衣去躲起 不用戴口罩去遮住自己 那怎么做呢 我还在想着 我有生之年 我还会继续努力 我们的目标就是 怎样让香港人 可以再抬起头来呢 前两天 才有一位网友 用强烈的口问 来问啊长哥 麻烦你讲下 你对九七回归的意见 你没有看我的专栏 我写了几百万字了 现在我还说 你想我坐监车 不好意思 君子不立为危场下面 不陪你玩 你懂的 你不懂 不要紧了 我们香港人 要什么没什么 我们自小被人家邮论 被人家租质 被人家踩 被人家插 被人家困 所以现在才搞成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问题 由口罩这件事反映出来 我们为什么这么失望 为什么这么痛心 关于口罩这件事 我不知道我说完又说了 你明白多少呢 多谢你的收看 我们临走一起做一次感恩 好吗 我们回到自己本来的状态 喜悦的平安的不怕青的 平安就是不再怕青 不再怕青就不会再戴口罩 然后反映出来 不用怕这样怕各样 怕被人看到 怕病菌 怕自己样子坏 你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你生命的意义 就不会再怕了 在爱之内没有恐惧 在爱之内没有恐惧 爱自己爱得救 爱这个世界爱得救 爱这个世界爱得救 就没有很害怕 开悟就是这样 我们很感恩 香港经历了九百多日的口罩 的困局 我们由其中得到很多的开悟 我们很感恩 被逼戴了几年的口罩 现在都未死得 虽然身体受了很大的伤残 的租质 现在可以存活下去 尤其是还可以有勇气 留在香港 我们很感恩 逼我们戴口罩 那些朋友 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不需要敌人 因为他们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他们 外面世界是我们投射出来的反应 我们里面有这些事情 才会搞出这一次三四年 口罩的闹剧 好了 跟你说拜拜之前 不如这样吧 今晚我们一起 就再静一静 送一支音乐给你听 让我们大家都睡得好些 如果你赶着走 好呢 拜拜先 我们一起有静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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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